知道为什么叫你七两半 知道 因为大哥你是八两斤 我是小弟 所以轻一点点七两半啊 香港最大社团的化石人八两斤 因患鼻炎癌马上就要嗝屁 为避免在他死后 社团众人因为夺权而自相残杀 赶紧召集手下小弟 交代一下传位事宜 最终决定传位于义子九文龙 因为九文龙常年生活在意大利 与国际知名黑帮有着深厚的交情 为人相当凶残 是继位的最佳人选 听到这个消息 手下各派的老大心里都不服 不过也不怕他们乱来 因为他有一名极为出色的保镖 阿忠 他交代阿忠一定要尽力扶持九文龙上位 作为帮派资历最深的二把手 龙爷一直对老大的位置虎视眈眈 而有着同样野心的还有三把手笑天 相比于龙爷的低调窥视 他却是善于阴谋算计 不仅基于龙爷女儿的美色 还一直将他视为自己的头号竞争对手 完全没把九文龙放在眼底 所以刚走出别墅 他就吩咐手下发动偷袭 准备先除掉龙爷 不仅能顺利接管帮派 还能借机霸占美人 却不曾想 不料龙爷的女儿竟因身手高强 他以雷霆之势 瞬息将数名杀手毙命当场 随后跳上车辆逃离此地 见笑天人马在身后步步紧逼 竟因一跃而下 将炸弹放置在对方车底 随着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数名杀手瞬间葬身火海 而另一边 九文龙正在准备飞往香港接关组织 因为飞机延误无法回去 他站在电话前破口大骂 而身后排队的老外 好不容易等到九文龙打完电话 可没想到这家伙 却一把扯断了电话线 老外被耍后十分不爽 当即便找来警察帮忙 因为九文龙身材矮小 最讨厌的就是别人碰自己的头 再加上这家伙本就是黑道大哥 形势无所顾忌 当场便和警察动起了手 结果可想而知 最终九文龙因为袭警 而被抓进了警局 但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护照和机票刚好掉到地上 巧合的是 与九文龙长相颇为相似的天才儿童 华仔也来到了机场 虽然心智只有十岁 但智商却高达一百九十 时常被迫到世界各地交流学术 不愿受陷于人的他 将计就计 顶替九文龙的身份来到了香港 负责接机的小钟 通过照片再三比对 确定了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虽然华仔尽力解释 自己不是九文龙 但小钟却根本不信 我们全体弟兄 都等着大哥你回来 只是我们以后怎么做呢 看着言行举止如同孩子的大哥 小钟只当他是在隐藏实力 伴住吃虎 很快两人便来到了帮派大本营 对比啊 我就是再高贵也要他了 嗯 作为老大的废柴兄弟 达叔自然严格奉行 他最后的遗嘱 鼎立用户九文龙继任 就在几人谈话间 笑天走了过来 而他此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给新老大一个下马威 故作友好的握手之余 手上却在暗中不断用力 引得华仔叫故连篇 可生性单纯的他 只将在场之人都当做小弟 就连在笑天面前也直言不讳 甚至两脚一身 让笑天帮自己绑鞋带 此当挑衅之举 却反让笑天有所收敛 摸不清华仔底细的他 只好毕恭毕敬地绑好鞋带后 扬衬而切 区区三言两语 就将狼子野心的笑天下退 达叔顿时对华仔钦佩万分 在他的耐心介绍下 华仔也知晓自己 竟误达误撞 成为了黑社会的老大 到了晚上 阿忠想给华仔选一把枪 以备不时之需 见华仔对枪械一窍不通 阿忠亲自上前示范了一班 天资聪勇的华仔 照猫画虎连开竖枪 可枪把上只有一个弹孔 阿忠见证在一旁轻声安慰 殊不知华仔的五发子弹 都打进了一个孔洞 牢牢地潜入靶后的石墙 为了尽快取得华仔的信任 达叔次日一早便带着他置办行头 但华仔却一头扎进了儿童区 更是一口气买下了大批玩具 但没多久 他又看上了限量版的摩托车 怎料视力眼的经理 见他着装平平 满脸不屑的 对着华仔就是一顿羞辱 而这一幕也被达叔看在眼中 没等华仔到家 达叔便吩咐手下 将那辆摩托提前弄了回来 得到了心爱的大玩具 华仔难掩兴奋 甚至都没问车的来由 就骑出去兜风 面对如此良机 龙爷也抓住机会 只派静音姐妹前去自杀 就在开枪的瞬间 信静音的注意力 而他则顺势开枪 打包他们的车胎 华仔这才侥幸脱离了危险 两人一路狂飙 正好路过白天的商场 只见商场门口被警察围住 好奇的华仔走近一看 却发现白天的经理 已经被人打成了猪头 听完此话 华仔当即反应过来 他之所以挨打 完全就是因为自己 生性善良的他 当即向经理道歉 可对方又怎么可能 这么轻易放过他 直接就让警察 将其带到了警局 得知大哥被抓 小弟立刻围满警局 并找来数名金牌律师 请来保释 警方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在这种压力之下 就连局长都不得不出面 找大哥谈话 华仔作为黑道大哥 不管走到哪里 都会尾随着一帮小弟 可他们口中的大哥 偏偏只有十岁的心智 一番了解后 局长便有了自己的主意 希望能利用华仔来管理黑帮 很快他便被保释出来 而将华仔送进警局的经理 在得知他的身份后 也是惶恐不语 哭天喊娘的主动道歉 回到别墅的华仔 因为局长的一席话 立志要做个良善的好人 于是便大刀阔佛的 开始整顿帮会 作为打人抢车的达叔 自然手当其冲 受到了惩罚 华仔则带着一众元老 开始对所有黑帮成员 主意定罪 一时间被法律打手心 夹舌头所发出的 哀嚎声不绝于耳 然而这还没完 为了达到彻底 整顿黑帮的目的 华仔甚至还找到 帮派三把手笑天 要求他将违禁品生意 改成贩卖香烟 看着对方那风轻云淡的表情 笑天只能默默接受 但心中已然出了杀心 次日 所有堂口的老大聚集开会 讨论帮派地盘划分的问题 起料华仔抵达会场后 因为不知道形势严峻 竟直接将代表 各个堂口的旗子 全部拔掉 换成了自己喜欢的颜色 一时间全场寂静 就在一众元老准备发飙之际 龙爷的大女儿静音走进会场 忙着插旗子的华仔 瞬间被他的美貌吸引 而华仔虽心智只有十岁 但男人与生俱来的基因 却让华仔保留着基本的占有欲 你好漂亮 嫁给我 听闻此话 静音急忙向父亲求救 可父亲却一改常态地答应下来 龙爷正愁没有机会干掉华仔 可没想到 他竟能杀到自投罗网 但龙爷终究还是顾及面子 不愿落下谋杀老大的罪名 于是便准备借刀杀人 深夜 实则是欲借小天之手铲除华仔 不想局长为了保护华仔这个最大的暗装 静带警员24小时护卫 而身带枪械的小天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抓进了警局 毫不知情的静音为了留住华仔 只好邀请他共舞一曲 本想着随意扭动一番 不料华仔武技了得 灵活的身姿让静音看得目瞪口呆 渐入佳境的华仔 随后抱起静音便来了个侧攻翻 一个个超难度的动作做完后 静音也被折腾得狼狈不堪 眼见计划失败 龙爷只能被迫为两人举办了婚礼 大喜之日 洞房花烛 静音把手枪藏在腿上 准备司机行刺 不多时 华仔便早早地含着拇指躺在床上 为方便下手 静音指挥他去关窗 随即拿出枪对准了他 但此刻想华仔性命的远不止他一个 远处的山头 啸天也瞄准了他 华仔立马察觉到了危机 不顾一切扑向身后的静音 这才侥幸夺下致命一击 而休恼的啸天 则对着房间疯狂射击 竟意外击落床头的幕布 静音回头一看 发现华仔居然利用报纸 在上面拼凑了一幅他的画像 这一幕让沙发果断的静音瞬间心软 看着为自己拼死挡枪的男人 因愧疚 他一时尽不知该如何面对 而他再也不能封闭自己的内心 极力劝解父亲与华仔和平相处 但还没等龙爷发飙 华仔却不顾阻拦 直接闯了进来 如今送上嘴边的肥肉 龙爷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而静音为了让华仔离开 更是不惜拿枪以死要挟 但吃傻的华仔 说什么也要带着他一起走 眼看他们夫妻一体 心疼女儿的龙爷 最终还是做出了退让 当即派出手下的四大干将 直言只要能赢下他们 便就此放过华仔 静音文言率先出手 他虽为女儿之身 武功却无比高强 闪转腾诺间将两人放倒在地 过目不忘的华仔 也在这时飞速复刻着静音的所有动作身法 将招式烂数于心后 剩余两人对着华仔骤然发难 攻势之凶猛 让华仔难以招架 但天才怎么会这么轻易被打败 在另外两名杀手的默契配合下 华仔也不负众望的赢下了对决 龙爷见状只好成全他们 本以为这次危机就这样解决 不料一名手下 却突然挟持了华仔的小姨子和一名庸人 原来他乃是笑天一方的卧底 企图用两人的性命 阻止龙爷与华仔联合 并威胁龙爷干掉华仔 龙爷闻言却不屑一笑 他虽心狠手烂 却极其信守承诺 可叛徒前后都有人质为他掩护 一旦朝他开枪 就会伤到两人 在双方对峙之际 华仔竟做了个惊人的举动 果断用手挡在了枪口 扣下了扳机 而子弹因为遮挡 达到了减速的目的 在达到叛徒的同时 也不会伤到后面的人 痛了吧 以后这只手不要为非作歹 用如此精妙的方式 便化解了危机 让一只龙爷的龙爷 也为之动容 选择成全两人 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华仔 终于迎来了人生巅峰 以往乌烟瘴气的社团 也开始朝着 良好市民逐步发展 更是直接请来了局长 为他们召开表唱大会 以龙爷为首的一众元老 为了做表率 纷纷气暗投名 做起了正经卖卖 卖面粉的改行卖奶粉 然而就在这一切 朝着美好发展时 一身反骨的笑天 却开始了自己的报复行动 不死心的他通过关系 连接到了意大利的黑手党 并从对方口中了解到 九文龙竟是个猪卢 而现在的老大 竟然是个冒牌货 为了顺利将华仔拉下位置 笑天不惜吃重金 请证人前来劫发 但损失很快便被警音得知 为了帮华仔摆平这个麻烦 他孤身一人来到酒吧 趁人多眼砸 将九文龙的师父暗杀在此 不料笑天竟从监控中察觉端倪 他带着大批警察亲自上门 以谋杀的罪名将警音强行带走 看着心爱之人 因为自己承受无望之灾 非同的华仔索性直接说出 自己冒名顶替九文龙一事 异于激起千层浪 这个消息瞬间席卷社团 而笑天也因揭发了华仔的身份 名正言顺地坐上了老大的位置 达叔等人因为看不惯笑天的为人 且和华仔相处多日 早已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最终选择和他一起离开 但执拗的小钟 为了遵守老大的最后遗言 还是决定留下来 等待真正的九文龙 无家可贵的三人 正遇前去酒店之际 阿忠竟骑着摩托击驰而来 原来他收到九文龙的指示 要将华仔赶尽杀绝 可顾及昔日请面的阿忠 还是将一把枪交给华仔 欲和他来一场公平决斗 华仔不愿伤及兄弟姓名 于是暗中卸下枪里的子弹 可就在两人开枪的瞬间 枪声大起 阿忠应声倒地 看到这么的华仔却傻了眼 原来是达叔抢先一步开了枪 奄奄一息的阿忠 在迷流之际袒露真言 表示自己受老大恩惠 面对他最后的遗愿 不能不从 但他也不愿对好兄弟痛下杀手 同时希望华仔能离开纷争 就在此时 静音的妹妹也急冲冲赶来 原来姐姐刚被他保释出来 在得知笑天赶走华仔后 竟一个人前去 寻找笑天解决恩怨 因为他深知笑天为人 阴险狠辣 定然不会轻易放过华仔 可没想到笑天根本就不是人 竟然想要和小弟们一起羞辱静音 就在他准备霸王硬上弓的时候 华仔却突然吃枪赶到 达叔率先出场 手持双枪 宛如施瓦星格附体 对着笑天等人就开始无情扫射 但一段操作猛如虎 实际却无一人受伤 反应过来的小弟立刻开枪缓击 为了活命 三人利用地形优势 躲逼的同时进行反击 不多时便将小弟全部解决 可就在这时 笑天却突然手持冲锋枪 挟持了华仔 就在这危急时刻 一膝尚存的阿忠抬手一枪 便吸引了笑天的注意力 达叔见词 立刻将手枪扔给了一边的华仔 现在笑天的小命在华仔手里 为了活命的他 也只能缴械投降 华仔打起了感情牌 本想趁他不注意抢过手枪 竟没想到手枪不慎走火 反倒干掉了自己 虽然在场之人 都知道华仔是假老大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 上前揭发杀人者 而原因竟然是因为 在曾经的江湖片里 主人公若不是背负着血海深仇 就是一心要夺半世人的位置 但真假卫龙里的华仔 不仅毫无半点沾染江湖之心 其最大的乐趣 就是买服装 打电动 做错事之后 甚至会像孩子一样 对着镜子自省 由此可见 刘德华希望通过这个角色 将自己之前 所有的江湖英雄形象 颠覆殆尽 而人物的喜剧化塑造 也奠定了全片 轻松 搞笑 娱乐化的叙事氛围 影片里的很多笑料 都是围绕着对传统江湖片 常见的元素 进行调侃和开涮的 比如说社团的加法和分地盘 在这里都变成了 过家家一般的游戏 而影片结尾处 与恶人笑天展开的大战 也不再是鲜血淋漓 和火光四溅 而是用上了铁桶 翘翘板 篮球 海豚 气艇等等道具 通过让人混心一笑的表现方式 进一步消除观众 对江湖片的惯有印象 不过本片当年 在港上映时 最终票房成绩并不算突出 仅排在1992年 港片票房榜第22位 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TEMP公司 能够在当时 香港影坛的环境之下 拍出这样一部 与所谓的主流江湖片 完全背道而驰的 开涮式喜剧 是有勇气的 也难能可贵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还有哪些想了解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